我們開始講康德純粹理性批判的第三課 我們上一課就開始講純粹感性的部分 純粹感性的部分我們上次也講 康德將知識的成就分為純粹感性和純粹知性的部分 而我們上次已經開始講純粹感性部分 而所謂純粹感性就是所謂時空的直覺形式 而上次我們可能就已經開始講 就是它對於時空直覺形式的一些所謂形象的解釋 上次或者簡單的複述 康德對於時間和空間的解釋或者論證 它作分兩種一種叫做形象的解釋 一種叫做超越的解釋 形象的解釋就是指就時間和空間本身 作為純粹的直覺形式去論證 這個就是所謂超越形象的論證 或者形象的解釋 至於超越的解釋就是時間和空間應用在經驗世界 最重要就是範註或者規範一些經驗集中的時候 這個就是形成我們經驗知識對象 這個就是所謂的經驗知識 這個就是所謂形象的超越的解釋 上次我們已經開始講形象的解釋的第一個論證 那個論證簡單複述 第一個論證就是它分開空間時間兩方面說 它先講空間的 空間的第一個形象的解釋就是指空間這件事 就是跟一般經驗對象不同 它不是跟經驗引申的 換言之就是說我們不是像一般形式經驗對象那樣 我們可以把握得到它們經驗的屬性是怎麼樣的 譬如我舉例 譬如用這個課我們舉個例子 舉個例子是說的話不一樣的 雖然例子同一 大家要注意 我們不同的物諾是形容同一些的例子 是重點有不同的 大家要注意 譬如我們說說空間的第一個形象論證 其實是指我們不是經驗對象 經驗對象我們認識到它經驗的屬性 譬如我們之前舉過的例子 譬如外面有一棵樹 那棵樹我們會看到譬如它多高 或者它是什麼顏色 譬如樹幹是啡色 樹葉是綠色 之類的 或者第二個例子 譬如我眼前看到張桌 譬如它桌面是灰色的 或者是有四個腳的 或者是木造的 這些就是對於經驗事物的認知 我們是從經驗隱身的 因為把握得到它們有些經驗的面相 或者性質 但是我們說空間 我們就說不了這些所謂經驗的屬性 譬如空間多高多大 或者什麼顏色 空間本身沒有所謂多高多大 因為對象才有說多高多大 空間本身就沒有所謂多高多大 空間本身就是所有市民要出現的形式 所以本身根本就不是在經驗屬性範圍之內的 這個就是我們上次講的第一個論證 好了 我們現在開始講第二個論證 第二個論證就說空間是一種必然的直覺的根據 這個也可以跟一般經驗知識 或者經驗的認知作比較的時候 我們很清楚看到的 譬如一般經驗的認知 其實是沒有所謂必然性的 譬如我們要用兩個例子 譬如我們看到窗外面有一棵樹 我們看窗外那棵樹 那種的認知是沒有必然性的 為什麼呢 譬如我們現在在這裡看 它是這樣的 但是走前的看 走近一點 它又不是這樣的 就是有些性質不同了的 或者我甚至轉過頭 好像現在我在自己的房間那裡轉過頭 我看不到窗外 也都看不到那棵樹的 好了 或者第二個例子 譬如說我面前有一張桌子 但是面前的桌子的認知不一定的 譬如我們轉過頭 已經看不到它了 或者我現在離開了這個房間 出去外面聽 我們都看不到這個桌面 所以經驗的認知很必然性的 不是說任何情況之下都是一樣的 但是空間的那種認知 當然不是說認知到空間作為一種對象 而是我們認知事物的時候 我們是反省它的所謂空間的形式 這個一定有普遍性 有偏遠性的 是不是 這不是說任何感官的認知 都帶有空間的這種形式 譬如我們在外面窗外棵樹這樣 它有空間性的 是不是 它佔有一定的長闊高等等 或者就算我打測不看它也好 但是空間性仍然有 因為我們設想不到 即是波樹沒有空間性是怎樣的 是不是 好了 桌面都是 我說一張桌子都是 我看一張桌子 它的性質很必然性 因為我們不同的角度看 或者打測不看是不一樣的 但是它那個空間性是必然的 因為無論我近看 遠看 它一定有空間性 是不是 或者打測不看也好 我們設想不到它是沒有空間性的 因為沒有空間性 它一張桌子是什麼呢 我們從未見到一張桌子是沒有空間性的 所以第二個論證就是表示了 空間是一種必然的直覺的根據 它不是一般經驗的對象 這個就是康德對於空間的第二個論證 如果這個論證沒有問題 我們再下 再下就是第三個論證 第三個論證就是從空間的整一性 接近空間不是一般的概念 或是一般經驗的對象 這個意思也不難理解的 因為所謂整一性是什麼意思呢 整一性就是可以完整的了解 這個就是空間的整一性跟一般事物的原證性 很明顯不一樣的 譬如我又用兩個相近的例子 譬如我們外面看到棵樹這樣 我們可以就棵樹作為一個整體去看 我們怎麼看到它呢 它是由部分組成的 譬如它有樹幹 有樹枝 有樹葉這樣 我們認識樹幹 樹之事業這部分 就綜合了整個的認知了 就是整棵樹這樣 或者雲觀點 剛才明觀點就講一棵樹了 雲觀點就講 譬如說這棵樹 主身的樹林這樣 譬如我見到棵樹在棵樹林裡面這樣 樹林有很多其他的樹的 就是我看到眼前棵樹的其他棵樹 我看到它周圍的其他樹 如果我們周圍所有樹 甚至是樹生長在那個 譬如說草地 我們如果有一個完整的了解 我就把握了這種的認知的對象了 或者張台也是 譬如眼前看張台 我們怎樣完整的了解它呢 是由部分綜合出來的 譬如我看到有桌面 有桌腳之類 或者有桌顏色 有桌的硬度等等 最後綜合了完整的一張桌的那個認知 這就是經驗對象的完整性是想得出來的 是由部分綜合出來的 但是空間的那個完整性 或者叫做整一性 沒有所謂的 這樣得出來呢 很明顯就不是歸納出來的 是不是 什麼意思 就是不是說一個部分的空間 再加上第二個部分的空間 再加上第三部分的空間 就是任何部分的空間 沒有分別的 不同我剛才說的 就是部分的經驗對象跟整體的經驗對象是不一樣的 特別每一部分 跟其他部分都不一樣的 但是空間的那種形式 我們看不到有任何分別 譬如都是長撥高 因為我們不說空間形式所規範的那些經驗對象 或者經驗比較多 是不是 就是那些可以千三萬二 但是空間的形式本身沒有任何不同的 所以在這個時候 康德就說 就是空間那種的整一性 很不同的一般經驗的那種整一性 他根本 甚至我自己理解 康德的意思 他根本就超越了部分 和整體的經驗的範圍之內 那這個就是第三個論證 好了 接著就是第四個論證 第四個論證是說 從空間的無限的所有的量度 正文就是Infinite Different Meditude 它證明空間並不是一般的概念 或者就是一般的經驗對象 那什麼叫做無限所有的數量呢 其實康德的意思是這樣 無限所有的量度就是它給出來的那個表象的量 是無限的 無窮無盡的 是這個意思 但是這個意思呢 就是我理解康德的意思 其實嚴格康德根本不可以說有限無限的 就是有限無限的 就是有限無限的就是經驗對著 但是空間的那個表象呢 根本就不在有限無限的範圍之內的 譬如我們又用回例子 去相距離去了解 譬如我們又用回 譬如槍外坡樹或者眼前張桌為例 我們說呢 譬如槍外坡樹呢 我們所吸引的一定是有限的量度 是不是 因為我們感官和感官的範圍是有限的 所以我們看外面的樹也好 或者是其他的樹也好 或者是樹組成的樹林也好 我們在視覺範圍之內的 就是有平衡的那個量度的 如果超出了視覺範圍之外 譬如無限量度那樣 就是任何的樹 任何的樹林 甚至整個世界那樣 我們根本不可以去感知到的 就是無限左右的量度 根本不可以感知到的 好了 譬如眼前張桌也是 就是有限的量度 就是在我們視覺範圍之內 假設想離開了房間 譬如關了門 我就看不到 因為我們不可以有無限的那種範圍 就是能夠把握得到這張桌子 但是這樣跟空間的那個認知很不同 因為空間的那個認知就是無限量度的 無限量度我自己理解的意思就不是說 我們一次過可以知道好像誰對象那樣 所有空間是怎樣 就是無限量就是所有 其實康德不是這個意思 空間的意思就是根本超出了有限量無限量之外的一件事 根本不是在經驗範圍之內的 這個就是空間的那個認知 是跟一般經驗的對象認知是不一樣的 所以這一點也都論證了 空間不是一般經驗的對象 因為它是有一種無限的想要的量度 是給予出來給我們的 好了 我們講到這裏就講過四個對空間的 就是我們叫形象的論證 我們跟著就講康德 講空間的超越的論證 是指時間和空間在經驗在現實 形容出來的那個說明 這個叫做超越的解釋 因為時間和空間雖然是私人認知的形式 或者是條件 但是因為它是能夠扮住 或者規範經驗多 我們形成一個經驗的對象 或者是經驗對象的知識 所以在這個二十港 它是可以讓我們認知到 這個如果從這個角度去證明 空間不是一般經驗的對象 而是私人的直覺認識 這種叫做超越的解釋 所以我見有些學者在解釋 當得這兩個不同的解釋 兩大類不同的解釋 形象的解釋和超越解釋的時候 用到另一對的概念 康德沒有用這對概念 但是這對概念 我覺得是合乎康德的想法 就是直接的解釋 和是間接的解釋 或者是直接的論證和間接的論證 就是形象的解釋 就是直接就回時間、空間 作為思念認知的形式去了解它 就回他們思念的涵意去了解它 這是私人的解釋 是直接的解釋 或者是直接的論證 但是超越的解釋 就是它應用在經驗現實的事物 和由此構成的知識去證明它 這是一種間接的證明 不是就它本身 而是它應用在經驗的對象 完全經驗知識 我們反索上去 了解它的基礎 這就是所謂超越的解釋 我們講完空間形象的解釋 現在這裡我們正式開始 是講空間的超越的解釋 空間的超越解釋 康德這裡就舉了兩個例子 譬如我們引很長的引文 但是我們不用全部逐字逐句讀 因為很長 兩個例子 第一個就是空間只有三度 兩點間的直線就是最短線 這個就是所謂空間的那種超越解釋 其實我們Introduction都講過了 其實就是指它習慣著經驗對象的時候 就形成了知識 那些知識就是所謂幾何學的知識 幾何學的知識 康德怎樣去證明這件事情呢 因為它從幾何學去反思 幾何學之所以可能 就是一定要預設它有空間形式的 所以空間形式是幾何學的基礎 現在幾何學康德說 它是有鮮艷綜合的這些特性的 因為這樣的時候 它的基礎就是在空間形式那裡 所以空間都有鮮艷性和中和性 這個是對於空間作為鮮艷的認知條件 或者直覺認識的超越論證 或者我們可以叫間接的論證 至於剛才那兩個例子 我們可以這樣去解釋的 我們說幾何學是鮮艷中和的命題組成 我們解釋為什麼這樣啊 康德這樣說 暫何知識一定是鮮艷中和 我們解釋過的 因為如果是鮮艷分析 那就沒有增加到我們知識的內容 比如白花是白的 大家都知道的 不用你講的 沒有增加到知識的內容 因為純粹分析白花這個概念 就能分析到有白的這個意思 或者叫主詞包含蔑詞這樣 所以它是鮮艷的 不需要矮經驗的 但問題就是純粹鮮艷而又分析的話 這個就是沒有增加到我們知識的內容 所以這個不算是知識 如果你說幾何學是厚艷中和 當然就更加有問題了 幾何學是必然症的 它不是經驗的學科 就不同的那些 比如物理、化學、生物這樣 幾何學是一定對的 比如三國營的內閣之和 130度、180度這樣 任何情況都是這樣的 沒有例外的 所以它有鮮艷性 至於中和性這裏就比較複雜一些 我們解釋一下 因為在現代哲學裏面 很多人就會將幾何學這些學科 變成一些鮮艷中和的名稱 但是我講過 大家用鮮艷中和的用法 那個角度不一樣 所以其實是不衝突的 我講回康德的用法 剛才我們講過經驗就是講經濟多 應用在經驗的事物那裏 至於中和的意思就是主持 不包不衛治這樣 我們用回剛才講的兩個例子 為什麼這些命題既是鮮艷 也都是中和的 我們解釋一下 好了 比如空間只有三度 剛才講過兩個例子 或者兩點之間的直線是最短線 康德就說 一方面就是鮮艷一定對的 不可能錯的 幾何學特徵是這樣的 有必然性 但是為什麼要說中和呢 這個我們要跟分析領題 對洋才分得清楚的 比如先分析領題 比如說白花是白的 這個就不同說雪是白的 為什麼雪是不是白呢 不是單憑雪這個概念分析出來的 是要離開雪這個概念 去雪以外 去綜合其他的東西 才知道雪是什麼顏色 浸和白花的顏色 我們不需要去做任何的其他的中和 因為白的花我們分析的意思 知道它有白的意思 所以白花是白的一定是對的 浸和雪是白的 這個不一定是對的 這個就是鮮艷分析 還有就是講分析 和中和的不同 現在幾何學的那些 康德都叫做中和 雖然它有鮮艷性 但是它又不是分析的 康德是什麼意思呢 因為康德說 比如以剛才的兩個例子為例 空間的概念分析不了它 只有三度 這個意思的 另外兩間的直線 就是最短的線 這個都分析不了出來的 而中間最重要的就是 有一個中介就是 要有直覺形式才行 就是我們純粹確認分析空間 為什麼分析不了呢 它是三度的 或者怎樣純粹分析兩間的直線呢 都分析不了它是最短的線這樣 我們一定要有一種鮮艷的直覺 就是對於空間的直覺 我們在這裏應用出來 我們才綜合到空間有三度 還有兩點直線是最短線這樣 我們才能夠結合到這樣 所以這個日康德就說 幾何學是鮮艷中和的 如果幾何學是鮮艷中和的 如果幾何學是鮮艷中和的 如果基礎就是空間的形式 空間也是鮮艷中和 如果鮮艷中和的時候 當然它不是一般經驗的雜多 或經驗的對象 而是它是鮮艷的認知條件 這裏就是康德怎樣說明 空間是鮮艷的直覺形式 就不是經驗認知的對象 OK 我們講到這裏 我們播放的差不多一半時間了 我們講到這裏先休息五至十分鐘左右 我們回來繼續討論 好 我們講到這裏 待會再繼續討論 因為時間和空間在超越解釋上 是有重要的不同 所以這一部分一定要講 一定要講了 我們著重講時間的超越解釋 來這裏有些學者的分析 實際上都不難看到的 康德對於時間的超越解釋 的確相對於他講空間的解釋 是沒有這麼有自信的 為什麼這樣說呢 就是他在第一版第二版 改動的內容是最多的 時間那裏除了說 將其中一點講成就是超越解釋 就是將那個幾何學分拆出來 作為超越解釋之外 基本上就沒有什麼去變動過的 但是在時間的那個超越解釋 康德是有些反覆的 甚至和罪言都不一樣的 那些細節我不多講 就是我一講一講那些最重要的事情 一個國母沒有辦法 就是將那些那麼多的細節 那麼瑣碎的細節都講 就是那些可以看一些耐人處 如果你想知道詳細一些 但是不知道都沒有所謂 一知道就是第二版怎麼講 其實是OK的 第一版就是我們概述講那裏 因為概述根據罪言的講法 那罪言和第一版講的東西是接近的 第一版就是對空間的解釋 或者就是論證 那第一版就和罪言的講法差不多 那就是用算術 我們講過了 就是空間是對應幾何學 而時間是對應算術 就是康德在寫罪言和第一版的第一批判的時候 就是他的想法 就是我們都覺得好像有一定的道理 因為你說幾何學是依徒刑而有 這個問題不大了 但是算術是時間而有呢 或者是建立呢 那這個其實都好像這樣想好像有些道理 就是當我們計數的時候 我們一個單位一個單位這樣 就是向前或向後 向前就是加成那些 向後就是減、除那些 如果這樣的時候呢 好像都涉及到康德講的一個 所謂空間性 所謂空間性 就是數目呢 就是那個加減 或者跟加減對應的成和除 因為成和除就是特別的加法 某樣可以這樣看 就是除和減呢 就是將除都看成特別的減法 某樣可以這樣看 就是越乘越大 或者越加越大的 相反是越減越細 越除越細這樣 這樣也是相應的 那些大小那些呢 其實都好像有一個是前後的單位 這個就好像時間那樣 明明康德為什麼在最初去想時間的 一個超越的解釋的時候 他想到算術和時間的那個關係 這個講法清不清楚 明明就是這樣講的意思 好像一定道理 是不是 就是我們加數或者乘數 這樣將那樣東西是一路路擴隔的 那這個某個以下是向 就是無所謂的 定了向前的就減就向後了 如果定了這個向後 減那些就叫向前 好像有前後之別那樣 前後就是一個時間的向導 那就是說呢 算術這件事 它是有一個類似時間性的 一件事 那時間性是一個基礎來的 沒有時間性根本不可能有算術這回事 是不是 我們加數、減數、乘數、除數 全局都不能夠建立 但是現在因為呢 算術能夠建立 而算術的基礎在時間性那裡 那你也證明到時間性 好像剛才說的空間性那樣 就是有鮮豔性 有中和性那樣 時間性為何有鮮豔性呢 康德的意思是這樣的 時間呢 你就不是一個時間 包含下一個時間 就是一個時刻 包括下一個時刻 不同的時刻 好像是綜合那樣 是離開了它最初的時刻 去到另一個時刻 所以是綜合不是分析 明白這個意思嗎 這些事實現性呢 就是算術一定有 是吧 一加一一一定能如意的 不可能不等如意的 就是反面的情況不可能 所以有必然性 那這裏呢 講到這裏呢 就好像跟講空間性一樣 那所以呢 就是對於時間的那個超越的證明 因為形象證明我們說不講 就是剛才講的空間證明呢 就是把實力改了就可以了 我們一邊講的是超越的證明 如此證明呢 就是用的知識不一樣 講空間的時候呢 就是講幾何學 講時間呢 就是講算術 講算術呢 剛才解釋過呢 就是康德覺得呢 就是計數那些數目的單位 走一些時間這樣 向前向後的那種 就是叫做流動啊 那種flow這樣 比如加成那些呢 就是向前 一邊加進去 那減和除呢 就向後 去追溯之前這樣 那這個就是很接近講 數學的那個算術這樣 好了 但是講到這裏呢 是否真的可以建立呢 那康德呢 就是出了第一版之後呢 就是批評他這一部分的人相當多 那他們也解釋 為什麽在第二版那裏呢 那裏呢 改了那個時間的 營銷的解釋 那就是我們introduction呢 只要根據的是 在第一版 和聚員的講法 那但是呢 就是他在第二版的證明呢 根本是講另一件事情 這另一件事情呢 我們在這裏再解釋 不過呢 先講回爲什麽 就是算術作爲 就是 就是 以算術作爲呢 是時間的那個 超越的證明呢 是有相當大的難題 所以呢 是這麽多人批評 而康德第二版的證明呢 不講這件事情 就是改了這樣 那這個呢 就是我看一些 就是 就是 資料的書 就是金銀柱那類的 那些 那個說法大致是這樣 康德只是講到 算術和時間性 有些相似的地方 但是也都有更加重要的 不相似的地方 或者差異的地方 那那個的說法呢 就講不到的 比如舉例 數目未必一定是 一個完整的單位的加減 或者成順 可以呢 是很複雜的一些 比如方程式 因為我數學都是讀到中學的 那我就不是專家了 就是我只是看一些 一些評論的書 大概有什麼意思 就是它解釋不了 其實很多算術的一些 就是運算 解釋不了 用時間證 譬如 譬如我作為我所知 譬如一些無理數 這樣 無理數就是 譬如開方2這樣 譬如一些無理數 這不是一個 就是一般理解 我們所理解的單位 那無理數那些 又怎麽樣去放在什麽位呢 跟時間的那個流動有什麽關係呢 可以用時間證去作為算術的基礎呢 在這些地方就大有問題 這些地方就大有問題 那這裏呢 就是 算術 就是我自己不是深究 就是很 就是可以說到中學了 就是大概有類似這些 這些的批評 就是那個 就變成不是一般用時間的那個流動性呢 就把很複雜的運算去解釋到 不同的幾何學 幾何學那個呢 就是就算都有人反對都好 但是起碼呢 就是接近的地方比較多 比較近這樣 但是算術呢 就是很多地方會有問題的 就是那個時間的那個flow 就是跟你計數 就是那個 就是是不是可以把計數 解釋成是 向前向後的一些 一些好像時間的flow的 這樣的活動呢 這樣這樣 那很多人覺得就是 沒有一個很密切的關係 就是我們計數 不是真的需要去 那個小孩子數手指這樣 就是康德真是在第一版 的時候用到這個作為例子 我們最初計數呢 我們是動起幾個指頭去計 這樣這樣 那不是一個個這樣計的時候 那是時間這樣 但是就是一個過程 這樣這樣 但是有些就是學者 就批評一個說法 計數根本不需要去 就是作這種這樣的時間的 就是歷程的嘛 時間的歷程呢 就是講一些很初步的一些 就是比如說數手指那些 我們說就是幼稚園那些 那些 但是運算通常就是一種 就是一種分析的 就是一種的歷程 那個分析歷程呢 根本沒有時間制 就是簡單說 就是就我所看的文件 大概都是這個說法